当前一个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 是卖出巴里克黄金的股票还是买入呢? 巴里克集团是一家黄金生产商 就目前来看 没有人想要购入物理黄金 也没有人想要持有该商品生产商的股票 巴里克集团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黄金产商 可能也是最大的产商 总之这是一个矿业领域的重要企业 尤其在美国南非等国都有自己的矿区 可以说是行业巨头 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该公司股票在高峰时段曾达到每股52美元 而现在由于黄金失去吸引力 每股价格只有7美元 黄金的价格在方方面面都受到打压 因为没有人觉得全球经济有任何的通胀存在 这也直接影响到了这些企业的股票走势 从本质上来说 黄金是一种商品 被用作首饰装饰在手表上 或者被用于很多其他的产品中 比如说香牙 以及其他的填充物等 此外黄金的第二部分作用 是被当前混乱时段 战争时期 或者通胀率疯涨时的货币替代储备 当前没有人看好通胀率上涨 因为黄金价格也遭遇了打压 从之前金价高峰期的每盎司1700、1800美金 下跌到如今低于1100美金 每盎司的黄金生产成本大约在900美元 也就是说领利空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很小 当前该市场遭遇负面现金流 不怪乎公司股票价格下跌到每股7美元 但是我认为 如果以这个价位 将一家黄金产商的股票 纳入自己的投资组合 应该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是一间目前运营良好 还有一定盈利空间的大型黄金生产企业 在人们普遍不看好市场基本面低迷的情况下 这个已处在低位的黄金企业股票 倒还是有一些上涨的可能 当前这只股票带来的市盈率 可能处于比较中规中矩的水平 大概在9倍、10倍左右 而股票的市净率更是低于9倍水平 这意味着该公司目前的账面价值不高 但是在判断投资价值的时候 还要考虑当时的市场环境 以及公司经营情况 盈利能力等因素 以该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 低价买入多少存在的一些讨价还价的元素在里面 就目前的黄金生产来说 我相信通胀仍然是存在的 就比如说伦敦公寓价格卖到2000万美元 有谁能够告诉我这之中 有没有存在任何的通胀率 怎么跟踪通胀 为什么说通胀低 这主要是因为原油价格下走导致 在战争时期 在不确定性因素充斥的时期 持有黄金还是不错的安全选择 而现在的投资成本也不需要太高 本期投资顾问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您的主持人马修斯蒂文森 这是与杜高斯贝电视合作为您呈现的节目 请记住钱是赚来的 而非贫困而来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